本期话题 人绒毛膜促性性肌素多少是怀孕了 孙小光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在同房之后的10天左右 我们去到医院里抽血查HCG 就可以判定有没有怀孕 这个时候呢 HCG就升高了 正常的是五个单位以下 那么超过五个单位呢 就可能是怀孕了 而且极大的可能是怀孕了 这个是抽血的办法 是最快最好的办法 但是呢抽血比较麻烦 需要到医院里去 那么我们自己怎么比较早的发现怀孕呢 一个就是在该来月经不来的 一两天或者是两三天 我们去用验孕霸来验尿